有一个品牌对这个闪光灯非常的执着 从1.0到现在的3.0 它就是Aura Lite 谁做这Aura Lite呢 没错就是Vivo 所以这一次呢Vivo就推出了V30跟V30 Pro 而今天呢我们unboxingV30先给你看 顺便给你知道闪光灯到底有多重要 所以推一步你就会看到呢 有iPhone跟V30的Aura Lite 3.0 到底拍出来的效果会是怎样的一个体验 所以现在我们先拉起窗门关灯线 然后我们尝试拍摄一下 没有电话 You chibi 所以它是支持80W Flash Charge 不用一小时就能满雪腹 好像我现在随便tuk一下它就已经up to 2%了 相信不用5分钟呢 我们又可以continue拍摄了 我们充了一个5分钟 它已经恢复15%的电量了 所以我们继续测试有关它的闪光灯 到底有多好用 我们先试iPhone的 所以我们来看成像照 哇啦喂 油腻大叔直接出来了 iPhone虽然在补光方面是不错的 不过它会补的特别明显就是补光灯的效果 而Vivo它的补光呢整体看去比较柔顺 更加全面 所以整个轮廓看去也更加美 再加上Vivo 微微的美颜效果 整个呢看去就好看很多 真的吗那个iPhone给我拍到 那个西北老这样子 哈哈哈哈 所以女生为什么拍照呢 一定要下载一些美颜相机啊 如果她们用出苹果啦 但是她们是用Vivo去拍照的话 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直接拍就可以拿到最好的成像 它不仅仅是针对暗关环境 包括颜色效准问题 可能说你在海底世界 就好像你在海底世界整个很蓝样子的时候呢 你通过这个Aura Light 3.0拍出来怎样 一般是在非常蓝的情况下可以拍出具有色彩的人像 或者是去到Discord后面五连六色的灯 你前面这样一拍它一补光 你的人像就出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补光的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而Vivo死死就抓住这个Aura Light不断的进步进步再进步 从这个Aura Light 3.0的 无论是Vivo V30 or V30 Pro 都搭载了这个Aura Light 3.0 让补光方面更加均匀 同时还能调整温度 你要它很黄很红还是要它很白 再或者你要中间值你要暖色 它都可以通过它的Setting去调整它的色温 在人像拍摄它是支持两个焦段 一倍跟两倍 Effect 这一边呢 虽然它没有Zest 可是它继承Zest有的Fuel的 就比如说自然色 沙滩人像 微光人像 微光人像一打开 你看后尾 是不是亮着灯 这个就是微光人像 你一打开的时候 它的Aura Light就已经启动 再或者最后的闪光人像 刚刚我们拍照就是用闪光人像 从现在是没有亮 可是现在我try to shoot 就是这样的效果 Aura Light在整个层 你不要一直看出这个照片 你一直笑啊 哈哈哈哈哈哈 它的设计有没有看去非常的高端 没有 它的背盖有一点像宝蓝色的浴石 再加上海浪波涛纹 上面还覆盖了一些金粉 整个看去是非常有高端的气息 再配合它四驱的工艺 双曲面屏幕 整个手感是非常棒的 在镜头呢 则采用了四方镜头 四方的Aura Light 3.0 整体就非常有液体感 在屏幕方面也是不得了的存在哦 配备了6.78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20Hz高刷 同时还支持了In Screen Fingerprint 解锁方面 快清楚了 在于性能的表现 哇.. 哎..很棒耶 你不要看它很像机 在性能表现一点都不寒无 我们先说在性能 它是搭载了消龙气渐墜 在跑分就拿下了80多万分 在游戏的表现呢 真的是让我非常舒服 我们就先说王者 里面是可开启4个极高帧率 120帧帧率玩王者 你觉得那个体验如何 顺畅到没有朋友的同时呢 它的触控跟手性还不错的 因为它是有gaming mode 虽然它是没有针对触控采样这类型的去做调整 不过你打开它电竞模式 一开 性能一拉满 整体的体验就来了 它的触控跟手性简直好到没话说 来玩玩者简直就是sup-sup-water 去到射击游戏也不带压力 虽然在设置只可以开启五个阵率 不过在整体的表现 比如触控跟手性 灵敏度 开镜 射击 等那一瞬间 都是湿滑的 没有任何可以挑剔 那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惊讶 我觉得应该是7GEN3的功劳 再配合它的gaming mode 整体的表现 我是觉得很舒服 对于GPU非常讲究的游戏 又如何 我们就有测试原神 它的表现也是楼出一侧 只是在画质略低 毕竟骁龙7GEN3 它是属于中断处理器 在原神它的帧率平均 是30-40左右 画质只能去到HD plus 尤其是温度方面 毕竟这颗处理器 它的温度控温是拿捏的死死的 保持在非常低温的续航方面 你不要看它机身薄薄 这样它还有一个 5000毫安电容量 For王者 开启120帧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坚持4小时 原神也是一样 如果是60帧帧率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坚持5小时 所以在续航方面 完全崩担心 在无线网络配置 5G双卡双带 不能兼容SD卡 支持WiFi 6NFC功能 也支持哦 目前 Vivo V30 在大马有两个配置 12256跟12512 落地价为1999跟2199 如果你现在找这一台手机 要非常相机的话 它绝对很相机 毕竟这个Aura Lite 3.0 可以让你在夜间 无所遁形 可以拍的你 不要不要的 再加上性能方面 不要看它是一个终端 跑出旗舰的等级 所以在性能方面 也能够满足你 唯有的缺点就是 单阳升器配置 如果是双阳的话 就好棒棒的说 如果你对此手机非常感兴趣 你可以去到你附近 各大Vivo旗舰店去了解更多 详情就这样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